大家好,我是开水 在2018年网红小攀攀的《学猫叫》那是风靡网络 全民都在拍首饰舞 用的就是这首背景音乐 小攀攀更是凭借这首歌 登上了2019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 可以说风光无限 但是之后小攀攀一直走下滑路线 直到最近他翻唱了黄梅戏 让他再一次的火了起来 而这一次火却充满了争议 因为网友认为他是在毁经典 我们来听一下 他唱的这段黄梅戏网友最大的批评就是 黄梅戏作为我国的古大戏曲之一 已经流行了几百年 说明黄梅戏得到了各个时代人的认可 经久不衰 而小攀攀这次翻唱黄梅戏 完全是在卖萌、装嫩、毁经典 小攀攀也是被骂惨了 甚至CCTV6也亲自发了一个经典 1959年版的黄梅戏 文案中没有说明什么 但是网友又感觉说了什么 毕竟小攀攀有600多万的粉丝 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他的受众多半是年轻人 网友认为小攀攀给年轻人错误地表达了传统文化 很多戏曲、资深人士、文艺界人士都站出来和小攀攀合拍 纷纷叫他唱正宗的黄梅戏 小攀攀也是感觉到压力大 随后主动下架了黄梅戏的翻唱版 上传了一个流行唱法女驸马 而且服装也有变化 以前是穿旗袍或者由古韵衣服为主 头发也是盘发 在最新的女驸马里面 她改成了马尾变 衣服穿上了卫衣 我们看一下这段视频 而在这视频里面 有网友发现小攀攀好像要哭的样子 对此网友也有多种解读 一种是认为小攀攀与角色共情 所以情不自禁 另一种观点是小攀攀觉得自己被骂很委屈 而且他还自顶了一个道歉 在道歉声明里 他说第一次接触戏曲 在歌曲的诠释上 没有考虑到故事背景 导致了情感导向有偏差 对此非常的抱歉 小攀攀道歉了 但是接不接受就要看大众了 网友说以后你再发作品的时候 要标明这是流行唱法 不是戏曲枪 不要误导后代 但是有一些戏曲行业人士 也站出来力挺小攀攀 他们表示 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关注传统戏曲 他们现在还在坚持 确实招不保息 小攀攀起码让黄梅戏成功出圈 让更多人知道了黄梅戏 比起那些天天在屋子里面 喊口号保护传统文化 却无所作为的人要好得多 网友说当年郭德纲的相声 也不怎么招老一辈的待见 而小攀攀并不是唱到黄梅戏 而是改编了慕容小小的歌曲 黄梅戏对于新鲜的事物 不要一味的骂 也不要一味的夸 传统最主要是要人传承 如果没有人传承 可能就消失了 这次风波对小攀攀来说 是两个极端 一是可能因祸得福 增加他的知名度 二是被网友骂得退网 上面重视而封杀 可能会落得和当年 网红利哥一样的下场 转发